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陈志愿博士就自己獨力搞定 聽說有人問你是不是在廁所錄的 早幾個星期六月頭那次有一次就是了 上個星期那次就不是 但是我都明白的 凡是我離開了自己那套設備去另一個環境 其實都挺有影響的 那些音響我都要收拾一下 究竟周圍的環境如何儘量少一些回音 還有那些聲音沒那麼噴咪都要再攪拌 這個是不是物理學的問題? 這個就是acoustic的問題 是物理學的東西來的 其實我更加想你 這個是錢的問題 這個不是物理學的問題 就這麼說 我就不要立刻說錢的問題了 因為大家一直都有支持 但是我覺得有些事情就真的要再靠一下自己搞定 就不要下下要做什麼都說是錢的問題 自己都要努力的 是不是? 是的 在我上個星期在外地的時候 事實上發生了一宗很大的新聞 就我想是轟動天文學界的 有些人就形容為就是出現了天文學地點零 就因為是量度到一個傳宇宙的重力波 以我理解 其實當時你去做這個環節的時候 那個新聞都還沒有出的 是的 因為預備的時候就很清楚報導 就是說會在美國時間上個星期四公佈的 就計算一條數 就是說要等到香港時間的上個星期四 晚上很晚 或者是要去到上個星期五的比較早些的時間 就才會出現 所以上個星期的節目出現的時候就還沒趕得及去追蹤最新的報導 所以就只有憑當時有的資料去做一些的估計 有東西中 有東西不中 很希望現在我們第一節就補充一下究竟這個美國和歐洲和印度的最新的 關於重力波的項目 究竟它出來的結果是有什麼意味呢 但是 說到天文學2.0這個有沒有很誇張呢? 嗯 我又會這樣說 要等到那個正式最全面 即是下一個目標達成了才行 我會這樣認為 上個星期的公佈的結果 就代表著我們有能力向著你所說的那個天文學2.0的目標去進軍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說 我們以往的天文學很多時候是依靠著我們視覺 視覺的意思就是依靠一個光學的儀器 那些光不一定是我們看到的光 但是我們用儀器看到一些我們可見不可見的光 都是用儀器去看到的時候 我們依賴著電池波來開啟著我們觀測天空的這個途徑 那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呢? 那我就會說 要不就靠中微子 要不就靠好像上個星期所說的 會不會重力波都是其中的原因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最後確認到可以運用到 透過觀測重力波來研究我們天文宇宙呢? 我們就多一個感官去感知我們的宇宙 所以你有資格說是開啟了另外一種的天文學 那相信裡面如果是投入資源的話 商有很多新的資料我們可以拿得了 但是我想會用一個比喻就是 其實我多了一個耳朵去聽整個宇宙 由它誕生到現在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用的比喻來的 我們除了現在眼睛看到 就是用電池波 電池信號 我們多了一種叫做重力波信號 那種重力波信號是一種時空的震盪 它就不是聲音來的 但是它是一種時空的震盪 我們人體就沒有這樣的感官來感知這種時空的震盪 但是你可以這樣說就是一種新的器官 新的感官來幫我們感知這個宇宙 雖然上個星期你也說了少許 但是你可以重新說說很簡潔地 這個發現是透過什麼技術可以找到回來的? 上個星期後來我們去估計 那個發現照計是跟重力波有關 但是是不是已經可以找到整個宇宙 四方八面全天候所有方向來的重力波呢? 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儀器將會可以這樣做 數據呢?還沒有 但是準備可以去拿了 其實現在最終是這麼說的 上個星期的時候我還以為說 哇 他們是不是已經拿了一些數據 已經準備公佈了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事情 但是現在他們公佈就是說 他們多了一個手段 而這個這樣的手段是可以幫我們去進一步 全方位了解來自任何的天文宇宙事件 它給出來的重力波 或者最後我們會叫做背景重力波 我們將會有一套的工具去收集它了 那麼這套工具是一套什麼工具呢? 原來就是美國、歐洲、澳洲加上印度 其實也都有中國的學者去參與 但是中國在這次的角色 又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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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聞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可以稍後再補充一下 那就是來自這些世界各國 來自橫跨、歐、亞 中、美、印、澳這些國家 他們來自不同的這些地方的學者 他們去建立了一套觀測 這個天文宇宙信號的一套聯合系統 這些信號是什麼信號呢? 為什麼最後跟重力波有關呢? 他們是不停地觀測一堆中指星 而這堆中指星呢? 他們是一堆很穩定地發放信號的一堆星體來的 你當它是一個時計來的 如果這顆東西我們量它一秒是轉一千吋 它其實那個轉的周期呢 在一個很長的時間都不會怎麼變的 或者至少在我們人類生命的時間之內都不會怎麼變的 而是很準的 所以你可以當它是一個時計來的 那麼這個宇宙裡面充斥很多這些中指星的 你可以說他們很多這些時計 這些時計如果中間那個信號 無情白事地受到干擾有些東西變化 其實往往背後就有一些原因 是來自周圍受到什麼的影響呢? 是不是重力呢?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一些資訊分析 來幫我們去濾走一些雜訊 從而幫我們去找一下 這些這樣的中指星給出來的 那些提提提提提 這些這樣的時計式的信號 有多少是會受重力波的影響呢? 那麼其實這一次 大家就是講得簡單一點 一句就是說 透過去很有系統地量度 一大堆中指星的運動 來幫我們找一下 在宇宙空間那些重力波 對於這些中指星信號的影響 而最後幫我們找到重力波的信號 究竟會是怎麼樣的 好了 剛才那個比喻 是不是說 在宇宙裏面有一個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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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我們以前不知道的 就是我們以前沒有這種感覺 我們知道的 但是一直以來 我們都認為那個滴答滴答會是很準確的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 如果它滴答滴答得來 有時突然之間滴得長了 滴答得短了 就是背後有一些東西受到干擾了 其中可以的原因就是 那個時空受到干擾 那個時間突然之間拉長了 縮短了 最後它那個滴答聲 就是滴答得有變化了 那這些時空的變化 它給了一個影響 下去這些這樣的 宇宙裏面的滴答信號 那由我們的儀器度過之後 我們由這些信號去否釋 背後有多少是來自重力波的影響 而這次我們是發覺 我們是有能力去追蹤到來自重力波 給到宇宙裏面的計時信號的干擾 所以我們就說我們多了一個方法 去感知這些重力波的存在了 這樣 而這些重力波 它是相對一些頻率很低的 頻率很低就是 如果那個重力波是來自 兩顆星互相圍繞著轉 轉得越來越近 它越來越近的時候 那個重力波的信號 就是頻率越來越高了 最後撞起來 但是事前我們就有其他的儀器度過的 那這些是高能量 能量很高 而且是非常頻率高的事件來的 但是如果是一些平常一點的 就是頻率低一點的事件 由這次透過對宗子星的觀測 來間接勾回背後的那些重力波信號 就可以幫我們去找到一些頻率比較低的 比較低頻的重力波信號 我們就會說 而這些信號照計 應該就是充斥在宇宙四方八面的 一些主流的重力波信號是很多的 所以我會看到就是說 有了這種技術之後 我們就會再將它 繼續去向宇宙各個方向 去搜集這些信號 最後我們就會得到一個 全宇宙各個方向的統計 這個故事我自己會覺得是非常之似 1990年代 我們開始用人造衛星 觀測這個宇宙背景輻射 那個宇宙背景電磁波信號 的那段故事 現在我們就不是背景電磁波 是說在量度背景重力波 我覺得我們開啟了這個量度背景重力波 新一代的天文學將會由這種技術去引發 就是這個意思 你說那個波頻的頻率是低的 低到多少 就是那個長度呢 會不會是數以光連計那麼長 我就不用那個波長來去看 我用那個頻率來去看 光你也是的 電磁波你一樣可以說它的波長和頻率 是不是 現在在說的是Nanohertz 一個Nano但是10的-9 這個頻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東西 他們說的是量度這些超低頻率的一種 就是一個這樣的儀器 我很難想像的是究竟怎樣去形容這個 現在台長找到那個畫面上面寫著 Nanohertz Gravitation wave detection 就是量度這些 那個震動頻率是超低的 這些這樣的重力波信號 我們竟然可以透過觀測中指聲的手段 幫我們找到這個東西 都很驚訝 透過觀測中指聲 他受到的干擾就可以找到一些 那麼低頻率的訊號 這個就只能說就是 負責參與給這個方法出來的人 他們那個聰明是非常絕頂的 理論基礎在哪裡來的? 理論基礎本身都是廣義相對論來的 就是你只要有任何的重力長的變動 有一塊很不均勻的東西轉來轉去 它就會有重力波出來的 而且我們也可以去計算到 就是根據它自己的東西多重 給出來的重力波有多大 但是問題就是 絕大部分的重力波信號 其實是很微弱的 你要量一個由這麼遙遠的地方 的重力已經難了 更何況是一個這麼遙遠的地方 傳過來重力上面的擾動 其實就更加難 那麼我們在地球上面用的儀器去量度它 就不簡單 譬如你說那些LIGO 就是美國有兩塊的 那個儀器就直接量度那種重力波信號 那個重力波信號一來到 動到我的稱陀 那個稱陀動了一點 就由一個很靈敏的激光儀器 跟我去量度這個信號 那麼這個是直接量度那個 重力波給下去我的稱陀的影響 但是現在我們就不是用那個稱陀來量度它 我們就好像用了中指聲訊號 看看這些重力波 去怎樣影響到中指聲訊號 就是那個時計的作用 那就透過量度到這麼靈敏 這麼微小的變化 來提升到這個重力波的影響 那個比喻是否說我們在一個很大的湖裏面 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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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說數二億萬計的理 在很遠的一級石頭一跌下去 它雖然很微弱 但是那個波浪一直會去到我們那裡 是 但是這次我們就不是直接量度一個Ripple 不是量度一個波浪來到我們那裡 怎樣影響我們 而是我們看看這些波浪 它怎樣影響到周圍的東西 我們周圍已經有很多的 好像探測器那樣的東西幫我們去感受它 我們就看看周圍 我們把中指聲看成我們的探測器 就看到中指聲的訊號給下來有什麼的變化 所以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說 有這種手段是可以向著很多不同的方向 這樣去全天候量度呢 那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就是中指聲這件事 也是在宇宙空間上面無處不在的 這個我就會說了 之後會等多假以連計的時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等待到 會不會我們已經初步有一個叫做 全方位的宇宙重力波的背景 可以量度出來呢 這個就是下一步很期待的東西 我們解釋的時候 覺得也不是太深的理論 照樣子聽得明白 但是為什麼想了這麼久才能想到呢 這麼說 是靈敏度你怎樣去達到的 那這次由 就是說由想到到做 其實已經算是一個短的時間來的 但是我覺得今天那一集也是 很多機會我會說 就是你怎樣去設計一個好的實驗 這個實驗最後給到你有意的結果 其實這裡是很難的 就是我們都知道這個重力波 根據我們對廣義相對論的了解 是會給到很多的影響出來 但是這麼多的影響之中 有哪一種是我們人類有能力去找到的信號呢 這樣才是最難的位置 這裡也可以轉一轉個方向講一講 其實就在上個星期四星期五 當美國公佈這個消息的同時 中國科學院他們的天文所 也都公佈了一模一樣的消息 而又很有趣的 他們是公佈了他們用自己的儀器 也都能量到跟美國同一模一樣的結果 有能力去掌握到這一種 由透過觀測中指聲的 受到的信號的干擾 去勾回那個重力波的信號 是有多少 他們都能夠量得到 但是很有趣的 就是照計那個項目開頭 應該就是說 一個全世界的合作來的 但是最後你看到就是 大家去獨立發表 應該似乎他們中間是有人溝通過 大家一起去做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國家就合作在一起 就埋了一堆在一邊公佈 但是中國自己獨立公佈 在自己的期刊獨立發表 但是說的那堆都一樣 不過大家都各自說自己的儀器可以量到 那看見就有些很奇怪了 好了這次最後想問 就是如果我們掌握到這個 這個在全宇宙的重力波的信號呢 我們可不可以理解到宇宙形成的原因 過程 其中之一 我就會說 這個也都要看就是說 這堆重力波 是來自最新近發生的重力波 還是就是 宇宙最初生成的時候的重力波呢 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量度之後 再抽絲剝檢 知道哪些是最初來 哪些是後來才來 就是在那個不同的波段那裡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它分類到呢 那如果我們能夠準確地去限制到 很清楚知道有一些的信號 是來自很早期宇宙的話 那的確它是一種 前所未有這麼厲害的工具 來幫我們了解這個宇宙最初形成的 一個更加早的時間 究竟發生著什麼事 那是不是取決於那個儀器的靈敏度 我都會說是的 就這樣說 如果你要量度重力波 要求那個靈敏度 就史無前例地這麼高 好的 這一節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講講其他的國學新聞 好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